一分钟带你们快速搞懂节奏与节拍的关系 给大家先举个例子 比如说53231323 我们把这个叫做节奏形 它是由八个八分音符符合而成的 咱们在弹的时候速度一定要均匀 12345678 节拍指的是这个节奏形里面的强弱规律 53231323 它是四四拍的 四四拍的强弱规律是强弱次强弱 第一拍强 第三拍稍微强 第二拍和第四拍都是弱拍 没错 我们在弹节奏的伴奏的时候 一定要把节奏形跟节拍给它融合在一起 5323132拍 你要给它变成强弱次强弱 也就是说第一下的根音要使劲给它播响 第三拍的这个一弦也要给它用力的播响 强弱次强弱 如果你给它均匀的这样播 这就不对了 也不好听 给它变成强弱规律 包括咱们在练习扫弦的时候 也要把节拍的强弱规律给带到节奏形里面 比如说咱们长期扫的这个节奏 下下上下上下上 很多人都是这种发力均匀的去扫弦 下下上下上下上 非常的难听 没有任何的律动感 这个节奏形同样是四四拍的 所以咱们要给它带入强弱次强弱的律动 强弱次强弱 强弱次强弱 如果觉得视频内容对你所帮助 不要忘了点赞收藏 以便反复学习 我是玩乐吉他专注于零基础吉他字的学经验的分享 关注我下集课为你们分享 四三拍以及八六拍的强弱规律 这把四十二岁的大相体民谣吉他 跟了我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今天我准备做一拨福利 给他特价出手感兴趣的老铁 欢迎来找我咨询